眼前的小孩脸上爬满了苍蝇,但他却无力驱赶,因为他太饿了。 姐姐将家里最后一点木薯粉倒入锅中,今天他们可以饱餐一顿,但是四岁的弟弟却因为思念妈妈握着手里的西马,却吃不下去。 晚上兄弟几个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,因为吃饱了肚子,再也不会因为饥饿难以入睡。 此日,父亲已经提前在外面生起了火,卢旺达的昼夜温差极大,寒冷让五个孩子们全坐在被窝里。 父亲的火种给了孩子们起床的勇气,但是孩子们却非常失望,父亲并没有准备早饭,因为他们唯一的口粮已经消耗殆尽。 天空再次下起了大雨,每次下雨父亲都会生气,因为这会让屋子漏雨。 唯一让他们高兴的是妈妈今天要回家,妈妈带着最小的儿子,已经在路边等候了,本来是打算一路走回去,这样能省下一笔钱。 但幸运的是,这次可以拼车,这些都是给农场主打工的妇女,地上的牧鼠便是他们的工资。 妈妈将属于自己的一袋牧鼠搬进车里,可怜的妈妈甚至舍不得买一双鞋,赤脚踩在阴冷的泥泞中。 长期与孩子分居,让妈妈的心早已回家,这或许是妈妈头一次坐车。 孩子们已经在车站等候多时,每过了一辆车,孩子们都渴望看到妈妈。 车辆一到站,小家伙们仿佛已经有了感应,纷纷上前,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是激动的。 但是善良的妈妈却不善言辞,虽然内心无比激动,但只是在一旁傻笑。 妈妈的到来给整个家庭注入了灵魂,应该是好久不见妈妈的缘故。 四岁的儿子憋着内心的委屈,眼神一直在躲闪。 妈妈的回来,一顿好饭是免不了的,肉业加番茄配上蜜汁酱汁,便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美食。 玉米面加水搅拌,是孩子们最爱吃的。 父亲因为妻子的归来,也非常高兴。 一个小小的铁盆中,足足伸进了三只手,孩子们开心的大块朵頤。 可能是很久没吃到玉米面的缘故,满满的果腹感,让孩子们得到极大的满足。 这也是作为妈妈最欣慰的场面。 父亲的腿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疗,变得愈加严重,就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,父亲又能拿什么去看病呢?